中国羽毛球队在2021年世锦赛上 拿到了一个冠军一个亚军两个继军 但拿回来了二块金牌 陈清晨和贾伊凡一人一块 在完成了兴奋的赛后庆祝 与对手机长之后 凡尘组合立即想到了要合影 于是 他们马上做出了这样的手势 陈清晨一见 怎么跟我的不一样 做手势不能发生分歧 立即把贾伊凡的手打了一下 并把他的手指搬弄了一通 原来 陈清晨的意思大概是 我们两个又二 量什么二 我们也不是亚军 我们是冠军 来 亮一个爪 贾伊凡一看 哦 是要一个 好吧 马上亮出一个手指开始笑着照相 对此 球迷们有说法 说陈清晨误会了 因为这是陈清晨和贾伊凡 即2017年是锦赛夺冠后 拿到的第二块是锦赛女双金牌 所以 贾伊凡亮出了二个手指 下次方便时 好亮出三个手指 个人以为 拿了好多亚军 包括拿了奥运会亚军的 陈清晨和贾伊凡 实在有些忌讳这个二了 希望他们以后的赛后和影 都能亮一吧 另外 值得一提的是 上几个月 中国队两次夺得世界冠军 苏碑和尤碑 都在陈清晨贾伊凡手里完成 他俩的教练 陈嘉明都第一次冲进场内 抱起队员庆祝 高兴坏了 这一次 他没有再出现 但在2021年 他应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 羽毛球教练员之一 因为凡尘组合今年拿到了三个世界冠军 一个奥运亚军